在一些人眼中 总觉得历史上的蒙古人 只是一些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标形大汉 甚至还会觉得 他们是一群蛮荒未开化的野蛮人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大家好这里是天天讲故事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 旁边的小铃铛 历史上的蒙古人 其实无论在军事上也好 还是在治国理政上也好 都有很多智慧值得学习 就军事层面来说 稍微知道点历史的人都知道 历史上的蒙古士兵是非常凶悍的 成吉思汉当年征讨金国 不过只有十万蒙古大军 说来你还别不信 虽然蒙古军人少 但却将金国给灭了 要知道 金人当年打仗可是非常厉害的 北宋就是他们灭的 然而还不到一百年 如此强大的金国就被蒙古给消灭了 后来甚至还一举灭亡了南宋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不过在历史上 蒙古大军的战斗力确实是非常强大的 但也千万别以为能征善战的蒙古人 就不会治国理政 他们在治理国家上面也是非常厉害的 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一直至今 很多时候是战争推动人类发展的 中国古人的战斗力有多强 那时没有枪支 没有现代信息化 甚至没有电 那么问题来了 这蒙古人的战斗力为啥这么强呢 看完你就知道了 说到战斗力 首先想到的是战斗民族蒙古人 元朝时中国的疆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时期 这和蒙古人骁勇善战 由牧属性分不开 当时的蒙古铁骑也是相当有名 令人闻风丧胆 公元1219年 成吉思汉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西征 这次西征是为了讨伐以战争手段 残忍杀害蒙古使者和商队的花刺子魔国 这个国家位于中亚西部 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 及土库曼斯坦两国 凭借着只是弯弓射大雕的英勇气概 灭了这个花刺子魔国 在这之后 成吉思汉便没有亲自带领军队再往西打 而是交给了另两个将军 哲别和肃布台 这两人率领两万蒙古军队继续向西 如狂风扫过 所到之处 无不举手投降 最后直逼俄罗斯境内 俄罗斯人与清查人 一直是死对头 两民族之间打得不可开交 但是在面临蒙古大军时 两民族放下恩怨 一致对外 结成同盟共同对抗 令人闻风丧胆的蒙古铁骑 他们两个军队当时有12万多人 但是蒙古大军只有2万多 这个相差十万人之多的战争 竟然最后以蒙古大军获胜为结局 可见当时蒙古军队的战斗力之强 不可小看古人的善战了 接着呢 是与蒙古军队抗争的南宋军队 虽说蒙古大军在辽阔的草原 如秋风扫落叶 但是进入中原 与善于守城 步兵强大的南宋军队相比 却败下阵来 南宋军队的战斗力之顽强 也是令人心中佩服 战斗力其实比拼的也是综合实力 南宋经济富庶 人口众多 为长时间与蒙古军队周旋 提供了充足的兵力来源 宋朝北宋南宋时局动荡 产生了一些善战的将领 如范仲淹 岳飞等爵士良将 再一个是南宋地形山地丘陵和湖众多 不如广袤的大草原 限制了蒙古铁骑的优势 蒙古人来到气候温润潮湿的南方 一时间不适应 这些条件都让蒙古的大军兵力难以施展 导致用了半个世纪 才将南宋最终打败 归降 南宋军队的战斗力 来自于多个方面 人口 经济 地形等等 半个世纪的战争最终落下了帷幕 由此可见 元朝时期 蒙古军战斗力之强让人佩服 不过战争带给人类的却是创伤 在我们和平发展的年代 战争更是藏于无形之中 军队的强大 才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保障 像古人一样 让中华之强利于世界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